跑步也要用到手 不要以為說跑步只有腳 連手都要用了 跑步基本上 腰臀尾膝 其實全部都要用到 他的下樓梯的負擔 確實是比上樓梯負擔大 但是我還是要講 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最難的是什麼 就是下樓梯 好比說一個人膝蓋痛 那治療到最後 他走平地沒問題 他甚至小跑一下也沒問題 甚至上樓梯也沒問題 最後剩下什麼 下樓梯不行 因為這個在運動訓練裡面 一個叫做向心訓練 一個叫離心訓練 下樓梯是一種離心的作用 所以說下樓梯確實是負荷比較大 所以說你說 可不可以用上下樓梯來做運動訓練 我基本上我可以同意 但是樓梯有點危險 因為很多人是在 他比如說滑倒 三個地方最多 樓梯間浴室 游泳池邊 這三個最容易滑倒 所以說是不是用樓梯來做一種運動訓練 我其實是一半一半 也蠻保留 因為他也是一個 容易受傷的地點跟位置 其實這個講起來就跟剛剛那個上下樓梯很像 假如說啊 你爬坡 跑山地 如果說你跑得動 你平地 那個我們叫做 piece of cake 如果說你平地跑得很厲害 那你不一定會跑山 所以說這個在於說 你要什麼 你如果說把你的身體儲備的能力 你儲備的越高越大 比如說水庫 儲水量很大 那你就不怕缺水啊 假如說你只是用一點點 我只要會走路就好了 哪一天你突然間需要跑步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 我的膝蓋不好 錯 跑步這件事情 它是全身性的運動 你假如說啊 你兩隻手插在口袋裡面去跑步 跟兩隻手放開來跑步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跑 兩隻手 是 所以說 跑步啊 也要用到手 不要以為說跑步只有腳 連手都要用了 跑步啊 基本上 腰臀尾吸 其實全部都要用到啊 只是說它的發力啊 它的發動 其實是從我們的核心開始的 都有可能 那我只能跟你講說 我們就不講熱身 不講收操 很多人啊 受傷了 然後就 特別是一些運動選手 然後就受傷了 那教練帶選手來 他就說 其實喔 不好這樣說 你要知道喔 現在的教練都 基本上都很專業 因為喔 就我所認識的 不是就體育院校畢業啦 他們有時候都還碩士畢業啦 什麼什麼博士畢業啦 這樣的人在當教練 你還跟他講說 土法練鋼 他心裡面一定是 圈圈叉叉啦 再講受傷這件事情 當然也有可能 但是很少因為什麼熱身啊 什麼收操啦 其實這種都是 我都說這個叫做 國民生活須知了啦 我們要講的應該是要講 真正的運動的內容 那真正運動內容是什麼 假如說啊 今天你的運動 你也真正很認真地做你的熱身 你也真正很認真地去做收操 然後最後呢 你也去做 該有的冰敷的位置 如果說這些你都做了 隔天你真的發生了 甚至啊哪邊的不適感 那我只能說 那個訓練的強度太強了 你的活動量太大了 你下次等到這一次的不舒服過了以後 那你可能要把那個訓練量要降下來 或者說你的 你的跑量要減少一點點 那我替退晚的隔天 我可以繼續跑嗎 當然不可以啊 那所以我要休息到完全沒感覺嗎 一般說來齁 說了不舒服齁 包括受傷的不舒服 骨折不算啊齁 就一般的我們肌肉彎結韌帶等等 一般受傷 我們就抓三周 如果說你有慢慢減進的改善 那你就慢慢等它好 如果說沒有甚至啊 越來越差 那可能就受傷了 那就一定要去醫院啊 但是一般喔 那種運動的疲勞 就像我們剛剛講是 因為運動量太多了 大概兩天三天就過了啦 但是你要過兩三天以後 你要重新上路 你一定要把原有的那些 訓練量跟運動量要降一點 否則會一再的重複 甚至累積那樣的問題 最後真的就會受傷 各位觀眾如果你喜歡 今天我的說明的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記得要分享喔